丁霄的性子耿直 在燕京学院做督察的话 良好的学院氛围会让他的性子更于浮现 对他来说可惜了 丁柔念头一转 有一个位置最适合他 转身走进书房 丁老太爷闭目养神 一手转着一对碧玉圆球 球体相撞 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祖父 嗯 老太爷没睁眼睛 有什么话就说 大哥受不得二姐夫 孙女觉得他需要历练 去燕京学院做督察 虽然更为接近将来的同僚 然学院里的文学气氛很浓 相对外面的人来说 学子更纯粹些 感觉到丁老太爷目光灼灼 丁柔敏离一下嘴唇 祖父的心思是为大哥好 但父亲在利部 大哥在书院怕是不妥当 你父亲 让他去利部 你赞同 丁老太爷不信丁柔会有此想法 丁柔为他连累羞口 轻声道 去医所书院 眼界少了呢 丁老太爷眼睛比灯泡还亮 你是说他去 丁柔笑颜音回道 祖父不是想了 国子间最适合大哥 大秦四所书院 比多是现代高校的话 国子间为教育部 太祖皇帝设立四座书院 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人读书 走上仕途 以往入国子间的人数有限 大多是兄贵朝臣子弟 四座书院 每年都会招收学子 比国子间招生人数多得多 国子间祭酒 慢慢成为了教育部的部长 监察四所书院 但每所书院都有院长在 国子间的控制能力并不强 如今慢慢地淡出朝臣的视线 还不如书院的院长风光 丁柔此时提起国子间 丁老太爷毛色瞪开 国子间好 谁也说不出什么 丁霄如果去院经学院 总会露人口识 去冷门衙门国子间 可协调四所书院 既有人际往来 也不会是单一的学院气氛 使之丁霄于朝政脱轨 还可出京视察南方的两座书院 丁老太爷嘴边启笑 真难为你这鬼丫头想得到 你比我更了解小尔的幽脸 好 六丫 你长了一双贬食人的眼睛 这话说得有些重了 丁柔当不起的 同样笑阴阴的说 我同大哥哥是同辈人 他在祖父面前是稳重的 在同辈人面前呢 大哥总是会露出 不同于祖父面前的神色 我说得有些重了 况且祖父说起燕京书院 我就想了 国子间比一所书院多茶 那要威风啊 孙女也好借着大哥 在学子们面前 活假虎威一番 省得他们说孙女 不擅长诗词 老太爷柔有兴致的问道 六丫 你介意呀 那是自然 谁不想成为才女啊 谁不想听称赞的话呀 丁柔也是寻常之人 有些虚荣心是难免的 可谁要孙女 不会作诗画画呢 最重要的是 太祖帝后将诗词都抄了 他没得抄啊 丁柔美美想起来就郁闷 抄诗词也需要应情应景 但总好过 丁柔肚子里有存货 却不能说 因为别人已经先抄了 丁老太爷笑得更大声 食指须点的丁柔 哈哈哈哈 你这丫头啊 也有不足之处 诗词歌父 你是不成了 熟话少 屈诗能练出来 丁柔垂头撇嘴道 祖父啊 人不能太聪明 也不能是全才 丁柔深知这一点 丁老太爷拍了一下膝盖 我同你父亲说 小尔的安排 他如今在地步 小尔只要不去惹眼的地方 一般不会有人找茬 小尔是六品 国子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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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世中 是从六品 倒是有些委屈了他 丁柔没有回言 又给老太爷倒了一杯茶水 顺便将书桌上的书本放回书架上 并推开窗户 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嗯 祖父 过两日 在那里种些花草可好啊 老太爷含笑点头 随你 官职上受些委屈 对丁柔有好处 对丁柔的将来同样有好处 丁柔看了一眼不理窗 因为离得近些 明亮的窗户上 印出的丁老太爷心情很好 丁柔知晓丁肖的事 算是丁下来了 转身咬着嘴唇 丁柔轻声道 嗯 祖父啊 有事啊 丁柔的慎重 也让丁老太爷紧张起来 说 嗯 去秦家时 孙女看见有马车离开秦府 长了个心眼 命人去打听了一下 秦家 秦家买的是府宅 他们从没进过京城 短短几日 怎么会有人拜访 是谁家的马车呀 马车去了李大人府上 老太爷神色一变 老太爷神色一变 哪位李大人 父亲吏部的同僚 李义大人 老太爷倒吸了一口凉气 丁柔继续道 我也看了杨老太太 九居乡下 没见过世面 不是十文断字的样子 李大人家 同样是书香门第 据说 其妻女 才情甚高 我见过李小姐 虽然赶不上三姐姐 四姐姐 然也堪称才女 有女可推其母 能让李家家眷 登门拜访 孙女以为 绝不是看望杨老太太 是亲戚总纳的贵妾 不是说 府里是她当家吗 孙女也是如是想的 丁柔点头 肯定了丁老太爷的话 后来 我去给真姐买糖食 碰见了尹滩花 她送了孙女一本书 北江战记 丁老太爷蹭了一下战记身 拄着手杖 在书房里躲步 面色越发的凝重 他是经历过几次杀戮的人 对往事记忆犹新 丁柔尚需要阅读 北江战记和仙尘录 丁老太爷不需要 那名贵妾 姓什么 白 丁柔扶住丁老太爷的胳膊 祖父 我看她的行李教养 许真如她所言 是落难的关家小姐 落难 好一句落难 安国夫人 当年杀的人太多 刚才 我同小儿说的 那都少了些 当年 御史没出生吗 丁老太爷 扬了扬 你倒为何 新阳王太妃 不回京城 不单单 是为了北江的战事 军方 另一套规定 尤其是 对信阳王 太妃殿下 是个御史 逼到了北江 同时 太祖皇后 赐护身宝剑 也归还了陛下 随 今日 他们才敢 才敢翻出往事 他们 不是为 叛国者 名冤 口口声声 不是说 安国夫人 为你报仇 滥杀 无辜吗 和太祖 铁令 丁柔 收住了花 眸光 微微闪烁 他们也没指望 一下子弄倒太妃殿下 秦家 那里 为杀行 做贵妾 真是 不知死活呀 丁柔 安抚的 拍了拍他的胳膊 祖父 不也认为 皇上 是信任穆太妃的 旁人说 什么都没有 乾坤决断的是 陛下 丁老太爷 看着丁柔 神情松懈下来 说吧 你又打算趁机 做什么 原本 我是想借着 秦家 以借为妻 让二姐姐 同他断情断义 想占道义的制高点 后见了真姐 又知道了白氏 许氏隐藏了身份 这等机会 不用白不用 丁柔 略做陈思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白氏 定然会鼓动 秦记组 状告丁府 抢走了真姐 状告二姐姐 留在娘家 无事夫家 先不说 白氏 身世如何 就这两条 足以让父亲 担上 至家不言的罪名 李大人 并会借此 攻坚父亲 他对丽布侍郎 不是惦记了一天两天了 直到还敢将真姐 抢回来啊 丁老太爷 不太注重内宅的事 敲了一下丁柔的脑袋 你耽搁了你父亲的仕途 我饶不了你 我还想着父亲入阁呢 哪敢耽搁了父亲的前程啊 丁柔揉了揉脑袋 扶着丁老太爷 初心坐下 启笑道 他告了 不是更好吗 让二姐姐出面 将往事讲明白 不管白氏 是不是官家小姐 当年死的人那么多 总会有漏网的 她是最好 不是的话 凭她那副作派 也不一定 就是冤枉了她呀 左傅 皇室还没糊涂呢 有人太着急了 丁老太爷 眸光灼灼 你可知 外面因太妃殿下 闹成什么样了 二十几名御士 跪在宫门前写血书 护诉太妃殿下 皇上接了血书 并下令禁闭宫门 此何意啊 丁柔淡淡的笑道 祖父说了皇宫的事 太妃殿下 如今在何处啊 新娘王殿下 如今又在何处啊 您不会以为 饮炭花 就能送孙女一本书吧 太祖曾言 池室造英雄 饮成善 废池中之物 丁柔轻轻点头 想到她那双冷静的毛子 如今只是刚刚起事 尚未达到高潮 饮成善不会轻易出手 她仿佛最为耐心的猎人 等待着最好的机会 慧丫头那里 你去说 如果秦家告上衙门 你可帮着她 但却不能带她上堂 丁老太爷对丁慧很不放心 如果她是个聪明的 也不至于弄到如今的地步 秦记组什么德行 丁老太爷已经清楚了 不可能装作不知道 还让丁慧同她过下去 秦家又有个闹心的贵妾 这门亲必须得断个彻底 老太爷再也做不到 为了大局而牺牲丁慧 丁柔揉按着老太爷的肩膀 眼底闪过一分寒芒 这一步走对了 丁老现在同隐城上一个想法 来势再大一些 再大一些 燕京紫禁城皇宫 广华殿 殿门紧闭 文西皇帝 背着双手 站在紧闭的雕花殿门前 透过放弃 隐隐可见 外面跪着的玉石 文西帝 眸光幽深 时而迸发出圣人的寒光 文华殿是他母亲帝氏的地方 你且记得 婉儿是你妹妹 你的亲兄弟 可因皇位背叛你 但他不会 帮娘照顾他 娘最对不住的 就是他了 不是娘 皇上不想昭告天下 她是名正言顺的长公主 她不肯认负 皇上 柳柳死了 我翻遍北疆都找不到柳柳 她死了 皇上 皇上 我不会放过他们 文西帝 俊待着和眼 也是在文华殿 最坚强的妹妹 哭了 为了大秦江山 为了勇士 镇守北疆的承诺 她丧福丧死 唯一的女儿 也死于战火 可现在 有人看她不顺眼 文西帝背后发凉 不是冲着她 是冲着皇位 早立太子 文西帝 吵她一口气 太监汇报 陛下 又有朝臣 向文华殿赶来 陛下 恳请陛下 彻查当初之事 有人叛国 有人是冤枉的 安国夫人 公报私仇 罔顾人命 罔顾国法 当原成 陛下 陛下 外面喊声震天 文西帝 缓缓地说道 把他们的奏折 收上来 真正 不一会儿 小太监捧着奏折 走进 城里文西帝 在文西帝的脚边 放着火盆 她看都没看一眼 将奏折 一本一本地 扔到火盆里 小爷 你做什么 多天下大事 为安国夫人 名冤 同时 秦记组 怒气冲冲地 扫回秦府 嘴里 慢慢咧咧 一脸的愤慨 白氏 泪眼迷茫 轻言 秦老爷 给秦做主啊 秦记组 在外面 受了一肚子气 见到爱妾 悲妾 心中 更是觉得 烦躁 哭什么 白氏 看出秦记组的不耐烦 放软了身子 抹了把眼泪 笑意地问道 谁惹你了 那柔媚的声音 填进了秦记组的心里 她身上的汗毛孔 都张开了 寒泪的美人 越看越美 白氏 有一副好容貌 更是无比擅长 运用自身的本钱 将好色的秦记组 拿捏住 那不是一般女子 能做得到的 披荐她的猪疙样 白氏扭身 壮似用帕子擦拭眼角 就会疼我 凶 秦记组上杆子 揽住白氏的肩头 扳过来 对着她的阴唇 狠狠地吻了一下 双手也不老实起来 口里 心肝肉地吊着 白氏扭捏起来 但却恰到好处地 挑起她的欲望 两人滚到了床榻上 伺候在旁的丫头 直续地退下 啊 羊 羊 白氏娇吟 手臂却将秦记组搂紧 卸衣卸裤 肚兜肃散着 秦记组 匆匆解了裤腰带 我也要 帮心肝儿挠呢 男女身吟 肉欲地交欢 秦记组最喜欢的 就是白氏这一点 平常 看似大家闺秀般端庄 在床榻上 却看皮婊子 不似丁会木头般没去 无论他让白氏做什么 他都肯的 秦记组发现了多日的郁闷 将白氏整治地交转连连 求饶不止 他懂得如何满足男人的自大好胜 虽然他曾未真正地满足过 玩弄他身体的 是不入流的旧菜 如果 白氏合眼 如果他家还在的话 秦记组 碰不得他一根手指头 秦记组翻身 畅快地喘息着 啊 还是心肝好啊 又软 又魅 迷死个人了 他的手 不老实地在白氏郊区上 游走柔捏 想起一事 手上的力道大了些 白氏忍得疼 分散他的注意力 怎么 你不是 在丁府上 乐不思蜀吗 别提他们 他们都没瞧得上我 那个周世贤 竟然敢写诗嘲讽我 嘲讽我不知连香西语 嘲讽我粗俗 嘲讽我是徒老八子 骂的 他送个什么东西 不过一小白脸 绣花枕头 那几年 都围着他转 秦记组越想气越大 手就越越大 白氏疼得着皱眉 杨枝白玉的身上 转瞬间清河累累 白氏动了动身子 秦记组道 你嫌弃我 哪会呢 你是我的一切 我怎会嫌弃你呢 白氏不敢再移动 只能忍着疼痛 任他胡来 这身的瘀伤 没半个月是消不掉的 真姐被抢走了 丁卉也不在 他受的委屈 向谁发泄 秦记组 骂骂咧咧的 说着他在文会上 受到的冷遇 原本在广西 他也是知名人物 被众人捧着 也曾经一致千金 可在京城 他文采不足 银子同样也不足 同丁家 未来的四女婿相比 秦记组 哪一方面都比不上 文采输了没什么 最重要的是银子 秦记组 将白氏的胶乳 当成了球 你投入的银子 回本了没 咱们进了京城 那些银子 也该取出来用了 有了那笔银子 我在外里也光彩 周家小子 凭什么同我比啊 他满心的怨气 同时满满是羡慕 扎嘴道 哎 你不晓得 那周氏显他身边的丫头啊 那一个个水灵长 看的人啊 是心痒痒啊 我身边 如果有他们 身上也不错呀 白氏娇称道 你嫌弃我呀 找他们去 趁机移开身子 白氏觉得欺辱 同时 身上火辣辣的疼 胸口是手印欲青 他虽然粗暴的时候多 但从没像今日这么用力 秦记组拽过白氏道 你是大夫 我离不得你 银子 你不是说进京就有吗 说是大买买 够咱们用一辈子呀 秦记组 自以为奖赏般的 玩弄着白氏的身体 发疯般的啃咬着 有了银子 我也弄个十几个丫头 伺候 拼杠 咱们的买卖 做成了吧 白氏自喜关家小姐 心里是高傲着的 此时 却被秦记组 当成婊子般对待 如果在广西乡下 他不会想太多 但在京城 他埋藏在心底的傲气 被唤醒了 对秦记组的粗俗粗暴 不仅仅是身上疼 心也一抽一抽的疼着 他忍辱偷生 对不住列祖列宗 但他终究是女子 还是为妾的女子 只能指望秦记组 名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